书,韩国媒体《宗教与真理》,2018年10月25日报道,协教全能神正在向全球进行章鱼族视扩张,需提高警惕,有效阻止其行为。 全能神协教目前向全世界24个国家开启章鱼族视扩张。 全能神在韩国拍摄制作视频,频繁上传于社交网络之上,并且制作大量宣传册,用集装箱运送至美国。 韩国简直成了全能神活动总部,在韩国制作的视频资料大部分储存在SD卡或存储卡中推广至中国,印刷品则激发至美国公传向活动使用。 全能神主张世界末日论,助小家庭分裂,并让信徒写下保证书。 全能神所引发的受害者人数不断上升,父亲由于致迷于全能神教,对孩子小学入学问题不闻不问,莫不关心。 在中国的丈夫三个月前去世,妻子质问信奉全能神来到韩国,与家人断绝往来。 至今不知此消息,在全能神中,连于自己的丈夫、妻子、子女都要断绝往来,与至亲之人见面都要遭到禁止。 邪教主张家庭分裂,致使其吃迷者妻离子散。 最近发现了女信徒性暴力事件,宗教与真理会在之后进行详细报道。 今年八月末,中国的六位全能神,受害者家属来到韩国济州岛,仅是想与在韩国痴迷全能神的家人,取得联系见善一面。 然而这样恳切的请求却遭到全能神无情拒绝。 他们最终在济州岛哭等一周无火后无奈回国,被其家人来到韩国的全能神信徒,在与世隔绝的场所过着集体生活,申请施贷难民,在其参加全能神赞美团活动时,面部会不在任何遮挡出现在大众媒体之上。 全能神让信徒将护照,手机上交,设立农业法人组织其活动,让信徒取得工作签证并计划投资移民,交种在宿舍中群聚,购入宿舍周边土地自给自足,把信徒当作免费劳动力,照取其劳动成果。 教内两性关系混乱,但有一端邪教所有共同点的全能神赐亦旺来,与今天地教会类似,其信徒潜入各大教会刺激传校,各教会应对全能神邪教组织应急高警惕,有效应对。 全能神开展活动的24个国家和地区为,新加坡,马来西亚,泰国,缅甸,澳大利亚,新西兰,俄罗斯,英国,法国,德国,捷克,意大利,立陶宛,荷兰,瑞士,美国,加拿大,墨西哥,南非,韩国,中国大陆,和中国香港,中国澳门,台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